臺中豐源一名徐姓男子 去年其多次毆打施虐六歲的兒子 通年六月男童洗澡溺水死亡 監禁事後查出實際上是怕傷勢被發現 要求男童在塑膠箱泡熱水退瘀 但男童體力不支 最後溺水窒息死亡 案件經臺中地院國民法官參審 一號將徐姓男子因寧 虐為成年人致死罪嫌總判 臺中地院表示何怡婷經過三天審理 做出一審判決 全案還可上訴 而彰化者有一名邱姓保姆 不僅無合法證照 還對多名幼童施虐 二零二一年六月涉嫌傷害 一名收拖的四歲男童 彰化地院審理後做出一審判決 彰化地院表示 保姆已與被害人家屬洽談和解 部分旅行完畢 判處應執行一年十一個月 但黃信男子一概否認 因此判處兩年六個月有期徒刑 不過當初舉發的民眾認為 這樣的判決太輕 希望這樣的案件不要再發生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